新北市長 侯友宜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長 侯友宜 這一次 天下雜誌 要求我來談 想像的未來城市 新幹桂園突然出現 衝擊了全世界 也讓我們重新思考 城市的未來 以發展 作為新北市長 必須先解決以前 解決不了的問題 才可能有更好的未來 所以 我把講題定為 城市的未來 就在今天 去年我到新北市的 29個區 主持了40場行動治理座談會 面對 1032位里長 這張照片 是去年3月 在中和區的行動治理座談會 在現場里長 會反應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想講幾個小例子 給大家聽一聽 我來講 五股垃圾3 是幾十年的老問題 里長跟我反應最多 五股垃圾3 光要徹底整頓 光印那些垃圾 要花100多億 還不加上 二重塑溶到裡面的垃圾 這個問題非常複雜 所以利潤所長 沒有人想碰 有業者也長期違法在裡面 亂倒垃圾 廢棄圖 破壞環境 還有圍建 順著 外境獨佛的問題 所以 治安公安環安 非常糟糕 十幾年過去了 沒有人解決 但我認為 違法業者 越是挑戰公權力 我越要執行 我用 變更編定的方式 納管了這塊區域 縮回了150筆的公有地 拆了100間的違章建築 把垃圾3 逐漸變成一個 充滿意識品的景觀公園 但是我也知道 這條路要走下去 要有更長的時間 會面臨挑戰更大 有一天 我去一個公廟 七八個里長 就跟我說 哎呀 板橋的大人街啊 每次落大雨就喝水 拖了十幾年 都沒有辦法解決 問了很多專家 很納悶 都找不到理由 他們就問我 市長啊 你會解決嗎 我就跟水利局 宋局長 我們一起到現場去想想看 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 跟同仁到了現場 重新測量排水量 原判一公尺的海管 應該可以直過排水啊 負責維護的七光水也說 道路側鍋 清得很乾淨啊 沒有宜居 到底怎麼回事 最後水利局給我一個想法 他說市長 如果我們要做 道路要整體開挖 會衝擊交通 民眾一定不諒解 但是你不開挖 找不出什麼問題 你要決定 所以我當場下令 該開挖就開挖 把問題找出來 開挖以後 同仁爬進下水道檢查 一看發現了 海管被混泥土堵塞了三分之二 難怪就沒有辦法排水嘛 所以我這水利局就下令開始修 我用緊急搶修特製的案子 重大工程 24小時都不要休息 快速的修 讓民練減到最低 最後 本來要修45天了 花了28天的修完 馬路也全部鋪回去 後來幾次大雨 證明了 沒有再喝水了 前段時間 我到淡水燃天市場 的一個改建案 這個改建案是 大概有23年 建商挖了一個大洞 就做不下去 放啊放啊放 放就變成一個大水池 這個地點剛好正對面 就是鄧宮國小 所以孩子們上學放學 有公共危險 甚至有登革熱的問題 都沒有去解決 孩子們不能受到傷害 環境衛生不能給大家造成健康的問題 所以我就把 業者 居民 所有 跟 這一塊土地 有關係的關係 全部找來開會 我採取的是強勢的作為 我要跟他們特別講 這一塊土地 如果不回田 會影響到 未來的發展 經過四個月 溝通協調 花不到半年的時間 問題解決了 做了簡單的綠美化 也解決了安全的疑慮 其實這些案例 我是希望我們市民了解 你們反應給我的問題 我一定會認真去處理 講到就要跟他們做到 做不到也會說清楚 希望大家能夠體諒包容 所以最重要的 我就要來談 翻轉城市 從小市到一個重要政策 如何來執行 這是我非常在意的 這當中最重要的政策 就是都庚 因為新北市 30年以上的房屋 將近70萬棟 老舊的房屋 危險 有安全的遺利 急迫改建 所以讓新北市的都庚 要更加快 我要求城鄉局成立 都庚推動辦公室 這一年來 都庚的辦公同仁 在社區要蹲點 辦了413場說明會 也實地到現場會堪了318個案子 拜訪了3000多戶的家庭 從以前被動做理的模式 變成主動孫入社區 所以新北市的圍繞都庚 光這一年核准的119件 是第一個突破100件的城市 城鄉局接受新的挑戰 給我的目標 在111年 多元都庚要做到550案 我相信 550案完成以後 新北市就會大幅翻轉 其實我用一個很簡單的觀念 來談都庚的翻轉 最重要是要靠都庚三件 因為捷運的周邊 如果都能夠都庚 大家搭大眾捷運系統 環境可以好 就沒有空屋的問題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 讓捷運變成我們的生活圈的一部分 主幹道的兩旁 的立面要更新 因為新北市很多的主要幹道 早期在鐵路旁邊 後門變前門很難看 所以主要幹道兩旁 真的把它改變一樣的 不一樣的一個環境的面貌 就會展現不一樣的氣息 還有很重要的圍繞都庚海沙屋 就是要迫切處理的 海沙屋讓基民每天在暴露危險中 我感受最深的 就是我去看五谷 吸引路的海沙屋 我去吸引路的現場看 九十五的置物同意了 六十五裡面 阿沙屋就沒有同意 所以我覺得說工錢力應該介入協調 不可以讓海沙屋 危害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該拆就拆 該做就做 這才是政府應有的作為 就像文仔進 就是新北規劃未來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從機場的捷運 進到新北市的大門面 每一次經過 我都覺得非常難過 因為文仔進 從機場捷運線上面看下去 滿滿的綠色森林 但不是寿命 是鐵皮屋 就是我們的鐵工廠 鐵皮做的綠色的 影響國際社會對台灣 對新北市的印象 我上任把它當成最重要的事來辦 不但跟內政部 都委會努力溝通 今年三月 都市計畫終於通過了 文仔進400公頃 超過永和的三分之二 是我們台北盆地最中心點裡面 有大範圍可開花的用地 以及未來要做的三重第二行政中心 成為大台北一千萬人口地區的新核心 所以我規劃的2030驗景 絕對不是只有硬體而已 我要讓新北成為華人民子社會的第一大城 跟全世界來交朋友 因為很多的政策都跟SDG有關 所以新北市 藉由發表全國第一本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 把新北的經驗分享給全世界 這就是要交朋友 我們也響應了紐約做了VLR 所以紐約市長辦公室 就特別在臉書幫我們弄一個開箱文 呼籲更多的城市一起加入 我們做國際交流 也就是SDG第17個目標 促進國際夥伴的關係 所以SDG的精神 就是不要忘了任何一個人 意思就是政府要特別照顧弱勢 要考慮到各種族群的需求 不管是年長者 兒童 新住民 移工 只要來到新北市 就是我要照顧的市民 所以基本上SDG有17個指標裡面 消除貧窮 增進健康 社會平等 永續城市 以及我最重視的安全 這些都是照顧所有的民眾 尤其是弱勢最重要的項目 我都非常的重視的 防疫視同作戰 面對新冠肺炎的疫情 一個觀念 超前部署 防疫只有過 沒有不急 所以從演練開始 我就要求大家 人潮多 封閉空間 戴起口罩 自我保護 勤洗手 超前部署 最重要的一個作戰方式 阻結病毒一境外 管控一境內 新北市人口402萬 要守護所有新北市民 一定要有斷然的作為 所以我就特別率先要求 暫時禁止高中生以下 學生出國 暫時關閉公有封閉型的場館 暫時禁止醫院探病 要求大眾運輸 所有學生進入校園 公有市場的湯山夜市癱瘓 必須戴起口罩 我們要有強力的作為 但也不要忘了同理心 所以新北市率先在前台灣 成立第一個 居家檢疫關懷中心 提供了關懷包 關心14天不能出門的國人 提供了14片口罩 衛教資訊 銀端圖書館 動健康影片 我們希望用關懷陪伴大家 度過這一段燃熬的時光 我也期待 所有人可以看到 我們團結在一起的力量 有多大 不能夠自己 還能關心你身邊的人 讓人跟人之間的信任跟真誠 甚過疾病 甚過恐懼 讓善良 利他 感恩 成為城市未來最好的免疫力 最後 我們再回到論壇的主題 想像未來城市 我比較擔心的是 10年 20年以後 年輕的朋友問我 市長啊 你做市長的時候 明知道這棟公寓很危險 你為什麼不猜 明知道我們這裡需要捷運 你為什麼不蓋 我希望 我交給他們的 是一個更好的新北 我相信新北的未來 就在今天 就在我們手中 我們一起努力 大家走上走 感謝劉蘭 謝謝大家 阿萬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